为了推广节能减碳发展再生能源 新竹市议会在日前通过新竹市公有房地 设置太阳光电发电系统标租作业 市长林志坚日前也特地到设置太阳能发电的科技公司参观 未来新竹市43处的公有房社 渴望加入绿能发电的行列 在3月22号通过了新竹市 室友公有管理的防射空间的一个太阳能光电系统标租办法 这个通过之后能够让我们有一个规范 可以将新竹市我们盘整了大概有9万2000平方公尺 43处的这些公有防射闲置的这些土地 来做一个太阳能光电发展的一个标租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个推动小组现在也正在严拟 仿效高雄市政府 为了要鼓励我们市民的这一个建筑物 来做装设这个太阳能光电 我们对于这一个建筑物的一些管理办法 也会做一些调整 优群科技公司设置这套太阳发电系统 已有一年的时间 响应绿能产业的发展 优群科技赤兹200多万元建制 截至目前累计发电量至少达到41913度 已卖给台电一度电6.419元换算 收入已有近27万元 减少排碳量有29573.5公斤 换算等于种植了758棵树 预计20年售电收入可以达到514万元 发电效率超出预期 事实上这太阳能发电的话 当初我们在评估的时候 其实数据尤其是在北部地区 这个日照相对的比较低 其实是不算是很划算的一个投资 可是事实上装设以后 这整个状况 那包含它的维修 包含它的效率 远超过我们原先的预期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 算是为整个地球保护 做了一点小小的一个贡献 当初在做的时候 不是为了要求利益 而是说能够在这种绿能的贡献上 尽我们一分的力量 所以才会去做 新竹市的公有建物 通过标租作业程序后 公务处也积极着手 修改建筑物高度的法规 鼓励民众在住宅屋顶 设置太阳能板 他们是大概有花 差不多200多万来设置 那设置以后 这个案已经核准 他也设置完成了 那当然因为我们去年 都有编100万 要来补助他们来设立 那他就会跟我们市政府 来提出说能源几同准了 我已经这边设置完成 那就来申请 那市政府在去年 因为我们是相声线补助他 他19万 那为什么是大家会说 这个19万好像太少 那因为以后 他这个店 他现在一度店 已经卖给台电 卖了五块多 那五块多 他每一点 你看他们三个月 就花电量 花了四万五千度的店 那他一点一顾 他说就有五百多万 扣掉他成本 事实上他是有盈以的 那因为我们这案 希望能够让利能 这个这种产业 能够能够出去推动 市府成立太阳光电政策 推动小组 由产发处处长担任召集人 邀集公务处 教育处 财政处 交通处 以及环保局 共同规划相关方案 合力发展太阳能 风力等绿色能源产业 希望尽速达成低碳永续 非核家园的目标 凯破新竹万事联采访报道 好 我们下期再见